乘衣有很多品項 我發現廣業大概是外套比較多 還有一種大概像UNIQLO那個是 輕便服 這個羽絨衣 它做得很好 鹿鹿店面大概是衣家 這個如果從這樣的一個品項來講 台廠現在在競爭上 我們現在最大優勢在哪裡 我們基本上我們台廠的競爭優勢 就是原料的取得 我們台灣有很強的紡織的布料的選項 再加上我們台灣管理幹部在海外 都有譬如說在越南跟其他東南亞地區 都有很好的管理的優勢 所以基本上有優勢的這些工廠 都在各大品牌裡面下單 都有很好的訂單的來源 所以這方面的競爭優勢 能來我們台廠裡面還是很強的 好 現在還有一個就是說 現在的工人 我相信在這幾年當中 他已經開始有很大的改善了 我記得大概七年前 我有一次到河內去看巨洋 那巨洋的工廠 他那個廠長好像馬來西亞人 那我早上去的時候 他提兩桶那個糖果 一個人花兩顆 我說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說那個沒有花 早上有一大堆人會昏倒 他說營養不良那個血糖不夠 所以在那個年代裡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像 現在這種工資的上漲對你們在經營上有沒有帶來比較顯著的影響 1996年我到越南設廠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工資是一個月是美金四十五塊 四十五 對 那麼經過二十幾年來的這種工資的上漲的演變 他們國民所得也提高 所以我們現在工資上漲 我們已經每個月直接花給工人已經要三百五十塊 在外加其他的社會保險的成本 現在我們越南的工資已經遠遠超過工資四百塊美金 所以工人的這種生活的水準跟身體健康啊 剛剛你提的那個情況都已經有長途的改善 大概有改善 大概有改善 如果你要用這樣的假 比方說你現在三百五 如果你到印尼的話會多少 然後越丹多少 然後巴基斯坦或是現在中國來比這些地方 現在工資的結構大概怎麼樣 根據我的了解 越南大概工資現在有高有低 大概平均都還要大概在兩百五十塊美金一個月的水準 對 那麼這個是直接發給工人的那個成本 那麼至於在越丹 我們直接發給工人的薪水 也大概在三百五十塊美金左右 所以越丹跟越南現在在三百五十塊的基準之上 我們如果那個對客戶的各項的管理的優勢能來存在 還是我覺得越南還是首選 越丹也不弱 對 效率呢 效率比較的話 以我們自己內部工廠來做比較是 越丹的效率是最好的 對 那大陸是赤資 越南因為原先工資就比較偏低 所以在管理的效率上面 如果這三個國家來做比較 對 越南是能力充足 但是普遍效率也不是說挺好的 還有能有改善的空間 我2019年在疫情爆發大概十二月的時候 去了一趟越南 所以越南我已經去很多次了 那這一次每一次感覺越南變化都很大 你看早期那個 我要過馬路 等很久 摩托車 然後綠燈也沒有用啊 在那邊等 那現在摩托車還是很多了 但是我住在福治民廣場的這個飯店裡面 我早上起來跑步的時候 我發現越南很多人在跑步 以前沒有啊對不對 還有越南的女生啊 在福治民廣場做移家 這個以前沒有看過啊 所以越南的整個經濟的水平啊 看起來是非常 力道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越南去年的經濟成長率大概8.6 這是東協最高的國家 那如果以這個情況來看 大概可以想像的到 那越南去年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是 越南的福治民股市跟河內股市都大跌 大跌裡面跟他的共產黨的這種 這一次權利核心的改變 像阮春福下來了 那這次最近這兩天 這個五文賞變成國家主席 我上次在越南看的事是劉大光 看在APEC的時候 所以他在高層現在 軟腹中年紀大了 他78歲了 那在經過這一輪當中 我相信製造業可能影響不到 那就是說整體對越南來講 大家似乎感覺到 在體制改變之後呢 他對未來越南的經濟發展 會不會帶來比較明顯的衝擊 我想越南國家對於這個 經濟的發展非常重視 尤其是在2021年 曾經lock down三個月以後 他覺得那個經濟的發展 是他的重點 那尤其在最近有新的國家主席上來 年輕化 將來我覺得在越南 在推動經濟的發展上面 他們會不予餘力 那麼對我們外資也非常歡迎 所以現在在公共建設方面 現在他們也在著力的加強這個基礎建設